请大家翻开你们手中的圣经到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翻开之后我们一同从第三节读到第十节 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前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 妄疑 并那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争敬 他们以敬前为得力的门路 然而敬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意有实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 在前几周我们讲解了保罗 对于教会各种不同人群的教导 提到了对寡妇如何来供奉 提到如何来供奉长老 以及如何来使奴隶变得更加的有恭敬的心 那么最后保罗在这封书信的最后面 再一次回到了假教师的问题 这与他整个书信的开头是前后呼应的 在这封书一开头 这封书信一开头 他提到了假教师 那在这封书信结尾之前 他再一次的回到了假教师的问题 这些假教师们 他们喜欢教导律法 以及在律法书中 一些毫无根据的神话故事 无尽的家谱 他们喜欢教导禁欲主义 禁忌食物禁止嫁娶等等 他们的教导 与耶稣基督的福音 没有任何的关系 完全是在胡言乱语 而在接近这封书信的尾声时 保罗对他们的品格 动机和所产生的恶果进行了批判 保罗说这些假教师们 他们之所以去宣讲这些错误的信息 是因为他们的动机是污秽的 他们不仅渴望尊贵的身份 他们还渴望金钱 保罗把他们邪恶的品质 作为证据 来表明神学和我们的行为之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个拙劣的神学 必定会产生不正当不敬钱的行为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 保罗批判假教师们 他们有这样骄傲的内心 他们内心的品质是骄傲的 无知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他们这种从骄傲的心所引发出来 他们有贪财的动机 他们之所以去传讲这些错误的信息 是因为他们要贪财 最后我们要来看保罗劝诫提摩泰 他知足的心所带来的益处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 假教师们他们的品质 他们骄傲的内心 第三节保罗说 如果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和合乎敬钱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 保罗说不是所有的人 披着基督教的外衣 说自己是在教会里面传道的 他就一定传讲的是真理 他就一定传讲的是真正的基督教 保罗说有一些人 他们冒名顶替基督的仆人 传讲的是虚假的道理 他们本身是不服从耶稣基督的话的 他们是不服从合乎敬钱的道理的 然后接下来保罗说 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就体现了他们骄傲的本质 他们是自高自大的 他们是自我膨胀的 而保罗说这种膨胀 取决于什么 这种膨胀是因为什么 这种膨胀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 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 今天很多人会认为说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对不对 正确的合乎圣经的 敬钱的知识是不会叫一个人自高自大的 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是虚假的知识 使人自高自大的 保罗说是因为他一无所知 这些人的骄傲源自于他们的无知 他们对于真正敬钱的 教义是没有知识的 反而他们觉得自己从这些 圣经当中所自己 编想出来这些神话故事 这些无尽的家谱 他们把这些叫做知识 因此骄傲和对敬钱真理的无知 是孪生兄弟 一个对于福音无知的人 必定是一个骄傲的人 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无知 不是对于一般知识的匮乏 不是说他不知道数学 物理 化学这些知识 保罗说他们的无知是对于福音的无知 对于福音的匮乏 如果一个人真的对基督的福音 有真正的知识 他必然是一个谦卑的人 当然这种程度 可能随着他的成圣的生活的发展 会继续的进身 可能他一开始的属灵的生命 没有那么成熟 可能他依旧会对付自己骄傲的罪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 当他一旦明白福音的时候 他的生命的本质 就会转化成为谦卑的人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若想真的明白福音 他首先需要明白自己是何等可悲的罪人 他首先对自己的罪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他需要明白上帝接纳他 不是因着他自己任何的可夸口之处 而是单单地因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工作 他如果想要明白十字架的福音 他首先得知道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 他才能真的理解福音的本质 因此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罪 当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替他所做成的赎罪计 这些知识会使他必然地产生谦卑的心 相反对福音的无知 以及假教师的律法主义的错误 会使人心生骄傲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接纳 是因为他们在某一方面比其他人更优秀 因为我知道这个无尽的家谱 我能数家谱数到第136个 因为你看我懂得这些宇宙诞生之前的那些奥秘 那些灵界有多少几层天 有多少个天使能够在一个鼓上跳舞 这些知识不是福音的知识 这些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的知识 这些知识才会使人膨胀 而这种骄傲的表现是他们喜欢争论 他们专好问难 争辩言辞 这里面和和本翻译的很有韵律 很简略 但是不够精准 比较好的中文的译本 这个翻译在中文标准译本里面 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了 听中文标准译本怎么说 他说他们只对辩论和言辞上的 争执有着病态的嗜好 所以病态的嗜好 这个是翻译得非常好的 非常准确的 这是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呈现出来 他们sick 他们有一种像生病了一样 那种非常病态的一种热忱 他们不肯谦卑地聆听福音 反而对于争论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一些无法考证的一些神话 一些文字的游戏 有着病态的热情 弟兄姐妹们 有的时候教会出现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你们需要分辨 有一些争论是健康的 有一些争论是病态的 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会议上 使徒们和长老们 因着教义的问题 因着外邦人是否应该行割离的问题 他们在争论 那这个词和保罗在这里所使用的词 是同一个词 都是争论 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 使徒保罗和巴拿巴 因为事工上的不同的哲学 因为事工不同的倾向 他们大大的争论过 同样用的也是这个词 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节 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 这两次的争论的例子 一次是因为福音的真理 产生了正当的争论 一次不是对福音的理解 他们两个都是有了正确的福音的理解 但是因为在事工上有不同的想法 他们也会争论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 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争论是必然的 有一些争论是必要的 例如对于福音到底是什么 这个争论是必要的 有一些争论是健康的 保罗跟巴拿巴的争论 但是保罗说 这些假教师们 他们所引发的争论是病态的 他们的争论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不是为了更加的深入理解 福音的真道 而是单纯的为了争辩而争辩 保罗说他们是喜欢言辞上的争执 他们喜欢玩文字游戏 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 只是断章取义 使人不能够更加净钱 这是这种病态的争论所导致的结果 那接下来保罗就罗列了一下 这种病态的争论所产生的后果 从此第四节说 就生出了嫉妒 纷争 毁谤 妄疑 并那些坏了心术 丧失真理之人的争计 假教师们这些错误的教导 不会使人谦卑自己 认识自己的罪 更加了解基督拯救的福音 被恩典更新 反而会使人更加的败坏 他们这些跟随假教师的人 保罗形容他们是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的人 坏了心术指的是他们的头脑 他们的思想被败坏了 他们的头脑好像发了霉 好像被虫子磕掉了一样 失丧真理指的是 他们被剥夺了真理 他们好像被抢夺了真理 好像一个强盗来 把真理从他们心中抢走了 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悲惨的状况 教会陷入到这种纷争 毁谤 互相指责 分门别类 这一派指责那一派 那一派指责这一派 这是骄傲 他们骄傲的品质 这是保罗所要谈到的第一点 因此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谨慎 我们需要谨慎 我们需要分辨 真正敬虔的教导 会带领教会 往一个合一的方向 往一个彼此相爱的方向 往一个谦卑自己 彼此和睦的方向走 而当错误的教导产生的时候 教会会产生极其严重的 彼此指责 毁谤 互相猜忌的这样的心态 因此我们需要 抵挡这样错误的教导 抵挡这样骄傲的内心 那接下来保罗提到了 这些假教师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什么 保罗说他们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贪财 不是因为他们在追求真理 不是因为他们在传扬福音 而是他们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 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 或许你会认为 这个世界上最不赚钱的事 就是当牧师了 这个世界上最不讨巧的事情 就是去参加全职的服事 但是弟兄姐妹们 不要忘记了 有一些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都是利用宗教的人 最中饱私囊的那些人 往往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假教师 在古罗马的时代 古希腊罗马的时代 当时有一些这种哲学家 辩论家 他们有的是叫做 wondering philosophers 他们喜欢各城到处的走 他们会有吸引很多粉丝 很多人会跟着他们到各个城市去 像表演一样 他们在城市里面办各种演讲 以此赚取名声和金钱 有一些贵族他们在家里面 会供养一些这种 philosopher 哲学家 我们叫做哲学家 说白了就是 有点像说相声的 对 这样说哲学家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就是他们的不是真正的哲学 他们不是在研究哲学 很多在古希腊的哲学 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产生的 所以在古希腊当中 有一种人叫做熊辩家 我们有的时候叫做修辞家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们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他们就是靠辩论 他们靠这种做公开的演讲辩论 在一些特别有钱的人家里面 会专门养自己家用的这些辩论家 在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他摆设研习的时候 邀请一些重要的朋友到家里 他们会请这些辩论家 这些哲学家出来 给他们表演 就像说相声一样 这个人首先说 先提出一个正面的观点 开始演讲 为这个观点支持 Thesis Thesis是什么 正题到底是什么 开始支持支持 然后大家听听听 听得挺有味的 他会用一些优美的词枣 用一些非常吸引人的 一些表达的方式 你要知道希腊文 如果优美起来是很优美的 当然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但没有关系 然后接下来他会说什么 现在你辩论反命题 把你刚才支持的命题反过来 来抨击这个命题 然后这个哲学家就会开始 刚才刚支持这个命题 然后他就会反过来辩论 这个命题是错的 所以大家就用这个来消遣 那个当时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电视 也没有Netflix 所以你说消遣娱乐是啥呢 就是有个人过来给你辩论一下 对吧 表演一下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 我突然想到了好多东西 一个东西就是 有一些 有很多的公众人物 一些演讲者 他们的论点是可以随时变的 从古希腊的时候就开始了 他们今天 对吧 在为了吸引一些 人的这些支持啊 或者怎么样 他们会辩论一个论点 对吧 如果突然发现 这个论点不是特别popular 大家好像不太喜欢 他马上口吻就变了 他们的目的 不是真的坚持什么真理 他们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吸引你 吸引你的支持 什么能够抓住你 他就说什么 这是我要说的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事情 是 这的确会带来金钱 的确会带来荣誉 当时记载的第一世纪 有很多这种 wandering philosophers 他们有成千上万的粉丝 他们到一个城市里面 就 哇 就是很多人就鼓掌欢迎 甚至很多城市 为了增加他们的收入 会专门邀请那种 特别有名的philosophers 到他们城市来演讲 比如说到乙福所 因为他一来之后 就会从其他城市里面 引流 对吧 走流量 对吧 钱都来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 给他们卖东西 对吧 这是自带流量的 对吧 所以 把金钱当作 得利的门路 不是在古希腊世界 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而且相反 是非常经常发生的事情 用今生可见的利益 去俘获成千上万的追随者 今天你见到过这样的人吗 今天有没有 把金钱当作得利门路的教师 牧师 有没有 见到过少吗 在城县 就在Garden Grove 如果你们在这旅游的 应该去看一看 水晶大教堂 对不对 著名的水晶大教堂 是自由派改革宗神学家 这个牧师 罗伯特·舒勒 对吧 Robert·舒勒 在 他在五十年代 他是RCA的 他也是改革宗 但是他是自由派的改革宗 不是我们这种改革宗 那他在五十年代 他来到Garden Grove 然后他开始讲道 他的讲道风格就很吸引人 他喜欢用很多新奇的东西 对吧 你想想五十年代 他就开始露天不道 然后开始搞什么 搞Drive-Thru Service 五十年代 Drive-Thru Service 因为那个时候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工业发达 然后开始为了靠 这种重工业来支持 支持经济 生产 大量生产汽车 美国人每家都开始有汽车 所以他在五十年代 就开始搞这种 Drive-Thru Service 你就可以开着车 来听他讲道 很吸引人 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 到了八十年代 他用了一千八百万美金 打造了一个能够坐下三千人的水晶大教堂 就在Garden Grove 那么他靠什么吸引人呢 他怎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听众呢 当然第一 他的形式很新颖 对吧 你原来其他没有人教堂 开着车就能过去听 开着车就能领圣餐的 对吧 Drive-Thru过来 给我来一个什么五酒精的 人家点菜的 可以点 可以点有酒精的没酒精的 一个是他的形式很吸引人 另外一个是他宣讲的内容 他宣讲的内容怎么这么吸引人 怎么能够有成千上万人去听 因为他宣讲的内容里面 没有罪 没有十字架 没有代鼠 没有上帝的审判 他宣讲的是什么呢 Positive Thinking 正向思维 成功神学的一个 极大的一个支柱之一 就是正向思维 那正向思维 我们没有时间去展开讲 正向思维 其实在基督教里面 最早也是从改革宗的 自由派里面出现的 在52年的时候 有一个RCA的牧师 叫诺曼皮尔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积极思考的力量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其中他讲的就是visualization 视觉心象 你就靠着意念 在心里面想 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visualization 你到心里面想到特别具体 我要一辆凯迪拉克 要蓝色的 好像没有蓝色 黑色的吧 你要把它想得特别的具体 然后用意念 意念有这样的力量 你的正向思维 有这样的力量 能够创造一个现实 当你宣告你要成功 我正在成功 我特别优秀 对吧 你就这样去宣告 然后你就 自动你的现实就改变了 那这种思想 我一说又容易说多 对吧 这种思想 从古希腊哲学里面 就有 赫尔默斯主义 这种theurgy 用一种 人自身的力量 能够改变神明的意志 那我就不去多说了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在2008年 美国这个经济危机 这个宣传正向思维 对吧 用意志的力量 改变现实的 Robert Schuller的 水晶大教堂 怎么样 破产 负债5500万美金 正向思维的力量在哪呢 你就想 我没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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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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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正向思维的力量 无法改变 他负债破产的悲剧 把净钱当作得利的门路 或许 今天你们知道的 最佳的代表 就是德州的 这位著名的假教师 成功神学家 肯尼特·克普兰 对吧 克普兰 大家是知道这个 在这个电视顶上 你知道他现在身价多少吗 他身价7亿6千美金 身价7亿6千美金 是个牧师 坐用亿万豪宅 有五架私人飞机 最便宜的一架上千万美金 他传讲什么信息 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财富 我今天你说 你想赚钱 你想赚钱 我给你一个纸条名路 对吧 王一牧师给你纸条名路 你今天要想要赚钱 不要去搞什么投资 10%年化收入 这个太low了 你去传讲成功神学 绝对赚钱 真的 你只要去传讲成功神学 绝对赚钱 这个克普兰传讲的是什么呢 他传讲的很简单 传讲一个信息 你奉献的钱 会成百倍的回报 A hundredfold return 什么百分之十 人家是百分之一万 好吗 百分之一万的return 就是现在 现在你就可以索取 你在天上的账户 你过去几十年来的奉献 十一奉献 现在用信心去支取 你在天上的账户 现在我奉上帝的名告诉你 你有一百倍的回报 这都是这个 就是靠这个 把敬钱当作得利的门路 贪财的假教师 之所以能够吸引许多的人 是因为贪财的信息 吸引贪财的人 成功神学 最吸引的就是贪财的跟随者 然而保罗在第九节提醒他们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是陷在迷惑里 落在网罗和许多 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 保罗形容那些贪财的人 好像无知的猎物一样 被陷在了网罗和陷阱里面 最终等待他们的是灭亡 你知道猎人捕猎干嘛 猎人捕猎不会立个牌子说 我要捕你了 我要去抓你了 猎人捕猎都是干嘛 给你一点小恩小惠 对不对 给你一点小面包 给你放一个好吃的 你觉得他对你好 你觉得他好像 哦 跟着这个人有面包吃 对吧 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把你俘获 他把你抓住 贪财的心 只看眼前的利益 所以贪财的人 往往都会被股票套牢 对吧 保罗告诉我们 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财不是所有其他一切邪恶的唯一根源 但是贪财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根源 当然还有其他的根源 比如像骄傲啊 像其他的一些其他的罪 但是贪财贪婪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你想 你们可以想一想 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 你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你在新闻上看到的 有多少罪 多少的愁苦 是因为贪财而产生 因为贪财生出来多少欺诈 欺骗 偷窃 强暴 因为贪财有多少家人彼此反目成仇 因为贪财有多少亲兄弟互相彼此残杀 夫妻之间彼此疼崩离析 彼此控告 彼此指责 就是为了要多获得一点的吧 离婚的费 离婚能够多获点他的财产 因为贪财 银行 整个金融系统 欺诈 欺弄 次贷危机 包括政府 甚至弄虚作假 导致千万人流离失所 因为什么 因为贪婪 因为贪婪 人变成残忍的野兽 烧杀抢日 在历史上都是这样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而贪财不只是非信徒 弟兄姐妹们 第十节保罗说 有人贪恋金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贪财的不只是非信徒 我们不能只是把 我们的眼光 只是指向 你看他们都是贪财 他们都是贪婪 保罗说在教会里的 被引诱离开真道的 他们原来是符合真道 他们走在真道上 但是因为贪婪 因为贪财 他们离弃了真道 基督徒同样会面对贪财的危险 为什么贪婪会使人远离基督的信仰 有人说 我难道不能就是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吗 我难道不能就是 我也信耶稣 我也举手做爵士祷告 我也受洗了 我以后肯定上天堂 但是让我今生多捞点 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个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贪婪就是败偶像 贪婪就是败偶像 因为你心中所爱的 就是你追求的 就是你最喜欢的 那个就是你的神 你说反正我就信耶稣了 我举个手 对吧 我也去受洗了 我就 我把这个永生这边保住了 你以为上帝是傻子吗 你以为上帝看不到你的内心 到底是什么吗 你觉得基督教只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机械式的游戏规则 对吧 反正我已经举手了 我已经受洗了 反正对吧 我把上帝套牢了 他不可能不要我 然后我就 这边搞定了 我就可以专心地去赚钱 真是把上帝当作是傻子了 上帝看的是你的内心 上帝 上帝不管 好像你举个手 觉知好像是给上帝一个favor的 上帝你看你老人家多么可怜 没有人选择你 我来选择你吧 上帝感激涕零的 终于有人信我了 太不容易了 上帝根本不管那些东西 上帝说你的内心爱的是什么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地爱我 我是创造你的拯救你的上帝 但是你的心现在在追逐什么 你的神是谁 你的心在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贪财 贪恋 会使人 引诱人离开真道 因为 他把一个不是上帝的东西 当作是上帝的敬拜 贪婪的试探是 金钱带来虚假的幸福和满足感和安全感 但最终的结果是使人远离真道 欲望是荆棘 那些陷在欲望当中的人 会把自己的灵魂刺透 最后保罗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胜过这种贪财的试探 那就是敬钱加上知足的心 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 保罗第六节说 然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真正正确的福音的教导 会激发知足的心 知足这个词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客观层面 一个是主观层面 客观层面上讲的就是 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 有意有实的这种客观的状态 而在主观层面上指的是 这种知足的心理 你会看到今天 也有很多的人生教导 人生的道德自助式的心灵鸡汤 也会教你怎么去 有一个知足的心 对不对 你去书店里面 专门有那个section 叫做self-help 对不对 自助 然后你就去里面找一些 这个心理学 教你怎么去 有这个知足的心 让你可以快乐 但是保罗和圣经 所说的知足 与这个世界上 所说的知足 是完全两码事 基督徒的知足 是源自于敬虔的心 而世俗的知足 是源自于 自我为中心的知足 我知所以知足 是因为我不想让我自己太难受 我知所以知足 不是因为有一个神 有耶稣基督拯救我 而是因为 如果我不知足的话 我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为了避免这些痛苦 我就知足 我就想办法知足 所以基督徒的知足 是源自于什么呢 保罗在菲利比书第四章 描述了他的知足的状态 他说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 我知道怎么处悲贱 也知道怎么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怎么有这个秘诀呢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因此基督徒的知足 源自于 加给他力量的那一位 不是源自于 他自己的积极的思考 不是源自于 他自己的这种正向的思维 基督徒的知足 源自于对基督耶稣的信靠 如果说贪婪是因为目光短浅 那么保罗为了抬升我们的眼光 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第七节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 也不能带什么去 保罗让我们思考人生的两个端点 出生和死亡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当一个人经历生死的时候 他往往会学会放下 对金钱的追逐和贪婪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始意识到 今生的短暂 因为他开始意识到 死亡的真实 他开始意识到 金钱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 在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金钱的价值消失了 因此他的心中的优先次序 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前他把赚钱的事 放到第一位 现在他开始意识到 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 他开始思考永恒的问题 他开始思考 什么能够拯救我 脱离罪和死亡 我该怎么面对 那位永恒的造物主的 公义的审判 我如果说 今生所赚的一切的财富 都无法拯救我的话 我内心的精神力量 正向的思考 也无法拯救我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因此当一个人发现 唯一能够拯救他的 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 他才能够获得 真正超越生死的安慰和满足 这就是基督徒知足的来源 源自于一个事实 那就是基督已经拯救我们 脱离最终极的困境 就是我们因着自己的罪 造成的上帝公义的审判和愤怒 如果基督已经为我死了 已经为我复活了 那么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我无论是生是死 不论我的身体还是灵魂 都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 耶稣基督 因此我不必再担心 我要吃什么穿什么 因为我的主都知道 因为我属于他 所以他要照顾我 他必要牧养我 看顾我 所以我只要有意有实 就可以知足 因此这是基督徒的 知足的源头所在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 而属于耶稣基督 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 保罗对假教师的品格 动机和错误教导 所产生的严重恶果 进行了批判 他提醒我们 基督徒也会受到贪婪的试探 基督徒在世上 会陷入到焦虑 恐惧 基督徒在世上 也会经历失业 经济匮乏 面对未知的愁苦 因此我们需要 不断地回到福音中来 免得我们被自己的忧虑带走 我们需要不断地记起来 我们到底是属于谁的 对于生活基本物质的需求 这样的诉求并不是贪婪 弟兄姐妹们 我需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对于基本生活的需求 有这样的诉求 这并不是贪婪 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教导我们 要向天父祈求日用的饮食 我们可以怀着信心 真诚地祈求 这一切所需用的 而且怀着感恩和知足的心 来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物质资源 但是 我们必须远离 那些基于贪婪 所产生的错误的教导 成功神学的诱惑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主是信使的 他既然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 他也必定看顾我们 直到他再来 阿们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在今天 借着保罗的话 提醒我们 主啊那些欺骗人的 虚假的教导 依旧在今天的教会 横行 主我们 祈求你来看顾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在面对 各样的试炼和试探的时候 能够有你的福音在我们心中 知道我们的救助 已经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罪 一切的愁苦 因此他也在他的复活当中 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所以你叫我们 能够在他里面 找到我们的安慰 找到我们的确具 叫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能够单单地仰望他的共鸣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